赵将军 你可真会自己宝贝自己啊 说的这些话 听得我都肉麻得很 胡彪要是真与你有什么过节 他一定会亲自带着人 来到玲珑山与你一决高下 这次的事情嘛 碰巧了 你正巧会赵王村 但胡彪正巧想打劫赵王村 纯属巧合 吉马大人 那这也太巧了吧 我丈夫他下山一次 他胡彪就到村里打劫一次 还是有什么人 偷偷给胡彪通风报信了 有这种事情 不会的 赵将军回家 知道的人可不多呀 可是吉马大人 这事您是知道的吧 叶娜 怎么跟吉马大人说话 大小姐 你要这么说的话 就折煞我吉马了 赵将军是谁呀 那可是我们玲珑山的 动良之才呀 如果胡彪真的把赵德柱给杀了 你是不是又要我嫁给胡彪 叶娜 大小姐 我心里怎么想的 你怎么会知道呢 阿爸 您自己好好想想吧 龙四大人 既然胡彪那小子这么无礼 现在咱们令龙山一百多条枪 还有机枪 干脆咱们把胡彪的刺猬量拿下来 万万不可呀 我太知道胡彪了 是吧 这胡彪诡计多端 啊 狡猾得狠哪 咱们呀 还得从长计议 大伙伴 胡彪 人多枪多 咱们有什么呀 抢来的那几杆枪 很多人还不会用吗 哦 对了 还有咱们的动良之才赵将军 那可都是咱们的压箱底的东西 拿不住手啊 好了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我也累了 让我好好想想 阿爸 您就答应了吧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 我什么都懂 这可不是小孩子打架 开不得玩笑 我没开玩笑 我还想要当夫人呢 你这是翅膀硬了 阿爸想要丹妃啊 不要你阿爸了吧 阿爸 看您说的 您想啊 到时候刺猬林打下来 赵德柱是债主 我是夫人 那说白了刺猬林还不是您的 到时候 艾龙住在玲珑山 我住在刺猬林 您想住哪头住哪头 都是您的家 到时候 你就嫌你阿爸事多喽 阿爸 不会的 您就答应了吧 再给我想想 不行 您先答应了 答应完了您再想 哪有这么求人的呀 阿爸 您就答应了吧 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吧 好了好了先醒醒醒了 我答应 太魔人了 阿爸最好了 真是没办法 真是这么说的 是我亲人听到的 看来 我得亲自找一趟龙子 探探它的口风 不会是一时高兴 哄大小姐开心吧 如果万一龙子打人要 到时候岂不是让赵德柱 又立了一宫 去 让他去 他赵德柱 要是赶上刺猬林 嗯 保证他捞不到任何的好处 鸡毛大人 那 让我再想想 跟着啊 跟着啊 好的 好好 跟着啊 快点上 一会儿准备先货啊 放心吧 没问题 好嘞 马国头 你来啊 马国头 龙少爷 您的腿怎么了 没事 我自己摔的 你又带什么好东西了 你等着啊 看看 这是什么呀 玻璃球 全是给你的 大哥 咱们活在哪儿啊 行 跟我来 大少爷 我先过去了啊 好 哎 英子姐 啊 你回来了 我 我帮你拿伞 大少爷 你屁股上的伤还没好啊 都 都 都好了 都 都好了 那我先忙我的了 哎 我和你一块儿去 英子姐 王先生去而又返 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我啊 我以为王先生 被艾龙的小子给吓着了 再也不敢回到咱们玲珑山了呢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会呢 您能收留我 我感激不尽 再说 我把艾龙当弟弟 不会跟他计较的 哎 王先生 你不用替这小子说好话 这小子啊 要是有的姐夫赵德柱 一半儿强就好了 那爸 哦 龙次大人 我这次下山 有人托我给您带封信 哦 什么人让你给我捎封信哪 哦 山下共产党的工作组 有一位姓刘的政委 给您 龙次大头人 我是中国共产党 驻赵王村工作组政委 刘金奇 久闻龙次大人的威名 但却一直不得相见 此次托人 向尊敬的龙次大头人 捎出书信一封 只是想问候龙次大人 希望来日有机会 与龙次大人相见 共商大计 啊 多谢王先生 把信给我烧来啊 啊 不客气 举手之劳嘛 嗯 来啊 安排王先生 下去休息吧 哦 龙次大人 如果您要给山下的 共产党回信 马过头这几天会下山 可以让他把信烧回去 啊 王先生 我看这事儿 咱们在意吧 啊 王先生 休息吧 啊 哦 好 不打搅了 告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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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buye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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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知道 你是担心我 谁担心你了 别自作多气 我听艾龙说 你要带着人去攻打侧卫岭啊 你知道 我就是想给小丁子报仇 我知道你想给小丁子报仇 但是你觉得你带着这帮人 这些枪 能打得应刺卫岭的人吗 怎么你不相信呢 我现在是将军了 我手下百十多号人呢 你知不知道 现在刺卫岭身后站的是谁 是日本人 日本人怎么了 日本人不是人啊 我跟你说 只要他们在刺卫岭 老子一锅就把他们给端了 日本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正规军人 你怎么可能打得赢 不就是那个宋世财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要他在刺卫岭 老子就把他的皮给罢了 赵德铸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我已经向刘政委报告了 刘政委向上级申请 上级要调来一个营 还有大炮 专门剿匪 不用你操心 不用 小丁子的仇 我要亲自报 赵德铸 我告诉你 王红英 我也告诉你 你不要总让他人置起 灭自己威风 小丁子的仇 我已经算在胡彪头上了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走 柱子 柱子 张德铸 大家都是什么想法 都说说吧 大头尉 共产党这可是想招安哪 大头尉 共产党这可是想招安哪 他们的手法呀 明摆着 是让我们 听从他们的摆布 共商大计 压根 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们都怎么看啊 烈火 大腿 我觉得 吉马大人说得很有道理 工作组那帮人 轨迹多端 不可不防啊 欣然还说什么 要与您相见 您可千万不能去 要见 让他们上山来见 赵将军 你的意见哪 这个呀 我 柱子 你多多少少 和共产党打过交通 比我们了解共产党 有什么话 柱子 你就直说吧 龙子大人 那我就直说了 这共产党啊 人多腔多 咱们这么死扛着 也不是办法呀 那赵将军 有何打算呢 我呀 觉着这共产党 一旦大军开来 这玲珑山上上下下 架起来不过百十条枪 万一人家在山下架起大炮 吉马大人 您觉着 咱能扛多久啊 赵将军的意思 我明白了 那就是让我们玲珑山投降呗 投降啊 这个字眼太难听了 我认为 咱们也应该让共产党见识一下 咱们也不是好惹的 共产党知道咱们的厉害呢 对咱们自然会客气一些 这样 咱们说话也有底气了嘛 这有底气了 说话才硬气嘛 赵将军 难不成 咱们得和共产党干一仗 你可是说了 共产党人多枪多 还有飞机大炮 咱们玲珑山这条天险 在共产党面前毫无用处啊 这仗 咱们打 咱们打不过共产党 咱们可以打土匪啊 咱们可以把 刺猬领的护标给端了呀 第一 咱们能扩大地盘 第二呢 咱们也能让共产党见识见识 咱们不是白给的呀 赵将军 你确定你能拿下刺猬领 咱们又不是没跟胡彪打过仗 就他那两下 咱们还不清楚吗 上次他们想劫持马帮 我带着弟兄们一冲 就给他们下尿裤子了 骑马大人又笑了 赵将军可太轻敌了 上次胡彪吃了败仗 那完全是因为你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刺猬领是什么地方 胡彪经营了刺猬领多少年了 再加上刺猬领也有天险可守 咱们是兴师动众 那胡彪是以义代劳 大头位 此账 咱们毫无胜算 他胡彪吃粮 也得下山去抢 我们曾经被他抢过呀 咱们可以这样 安排少点人 在下山道上等着 等他们抢完粮 咱们得抢他 把他粮给断 给我看饿不死他们 这个主意 妙 妙啊 柱子 不愧是我女婿 这个事啊 就这么定了 赵人爹 这件事事不宜迟 咱们 柱子 你马上去安排 多谢赵人爹 雷虎 在 你带十个人十雕枪 现在就去刺猬领下山道守着 那 多下点儿套猪的套子 一旦看见有人上山下山 你们呢 不要硬拼 就躲树林里打枪 打死一个算一个 好 赵将军 听您的 多下套子 不硬拼 打死一个算一个 您刀 过两天你再带十个人 去换雷火 同样的办法 多下套子 不要硬拼 打死一个算一个 行 没问题 三银赛苏 你们呢 也各带十个人 三天咱们一换班 我看 饿不死刺猬领那帮兔崽子 找得住 你这个办法不妥 怎么不妥了 你这个办法只能 断了他们的粮道 山上还有野兽和果子 根本饿不死人 吉玛大人所言极是啊 是我考虑不周啊 这样 雷虎 你现在带人 去刺猬领的下山道 埋上土地雷 越靠近他们山寨的门越好 还想吃果子 我让他们吃地雷 带上刀 把能看见的果树 全给我砍了 对 另外 再多下点那个套猪子套子 不光套人 也要套野兽 把野兽全给我套光了 把他们那个刺猬领啊 一左一右什么野猪啊 脊子啊 全给他掏光了 好 赵将军 这个我拿手 好 吉玛大人 这样成了吧 哼 放你那狗臭屁 共产党全撑我开枪 你要我怎么顶 你顶个试试 你倒好 带着你的人专钱便宜 我怎么捡便宜了 你只是负责牵制 我们才负责穿插 穿插的任务是最艰巨的 而且 我们也有伤亡 你伤亡个屁呀 你穿插个屁呀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还什么陆军学院 我呸 连那个挨驴踢的赵德铸都侮辱 你可以侮辱我 但是不能侮辱我们 什么狗屁学院 陆军学院 傻子学院吧 是你的房线先崩溃的 现在责任都退到我头上了是吧 你想想说点人话行吗 你们日本人是不是人哪 遇到什么事都让我们顶啊 你怎么不顶 他打上来了 我不怕我傻呀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你可战死 绝不能退后半步 放你陆军学院的屁吧 我又不是军人 我是土匪 他都打上来我顶不住 我不跑 我都死啊 你这个人 简直不可理喻 什么理喻 你可理喻啊 你理喻给我看看 说 鸡 鸡马来了大哥 干什么 不 不知道啊 他就说有重要的事 要和 要和大哥拟汇报 让他进来吧 哎 鸡马来了 来就来呗 赵德柱已经看见我了 今天就挑明了吧 等死吧你 你就等死吧你 鸡马大人 请吧 怎么 虎彪连门都不敢出了 会客呢 会客 请 鸡马大人 护寨主 我 坐 鸡马 宋神医 你怎么会在这儿 坐啊 都坐下说 坐 只这样呢 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 鸡马大人 宋神医 跟我一起抓那个赵德柱 出了不少力 是吗 宋神医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你还有这本事 虎彪 要是没有宋神医的话 这趟 你可就撂在赵王村了 鸡马大人真的是太幽默了 这赵王村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但是天太黑了 人有那么多 这才让那小子给跑了 用不着解释 是我让你去的 但是你按照我的计划实行了吗 那赵德柱怎么又回到玲珑山了 他又回去了 我说呢 你怎么这么急急匆匆的来找我呢 他又惹你了 让你不开心了 惹不惹我倒是无所谓啊 只是 你这刺猬灵 可要有麻烦了 这赵德柱 又出什么鬼点子了 他可是在龙子那拍了胸脯的 要尽快拿下刺猬灵 他来当寨主 也呢 当押寨夫人 那就让他来呗 谁怕谁啊 是不是 共产党我又没放在眼里 我怕他一个挨驴踢的 再说了 他到我这儿来 带什么呀 顶多就带着玲珑山那帮笨蛋 一帮怂 当然了 鸡马大人 你跟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你别说中国人跟中国人打 就是日本人来了 是吧 就像过去一样 那该赌 就得赌啊 胡寨主啊这话不假 虽然 刺猬灵跟玲珑山比 是小那么一点 但是一手难攻啊 要是不是配备重武器的轻步兵啊 很难攻上来 对啊 你听听啊 宋神医 你懂什么呀 你当照得住傻呀 他可以封了山路 断你胡彪的良道啊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整的山下 下套子呢 开玩笑 不 金马大人 你吓唬我 集合队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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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是 快快快 快放我下来呀 放我下来 放下我 快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呀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呀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放下我 别打 放我下来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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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下来我 快放下来我 来点 把我放下来 把枪枪出来 枪枪 把我放下来 你们什么人 带走 谁 是 全都带走 还有我呢 走 走 走 放我下来 这个混蛋 快来把人给我找出来 气死我了 你 过去看看 闪开 你给这儿傻了吧 你 讨袭我们 跟上 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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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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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徒儿 赵将军真是料事如神啊 我带着几个人刚到刺猬林的埋伏好 就发现刺猬林的土匪拖着梁上山了 我们按照赵将军的计策也不跟他们硬打 躲在林子里打冷枪 打死一个算一个 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管用 咱们是一个人也没伤 就把他们的驴和粮食全都抢了 好啊 你倒看我抢了胡彪的驴和粮食 也带着人去刺猬岭埋伏了 不错 不错 好 大头人 赵将军神机妙算啊 这头工非他莫数啊 恭喜大头人得了这么一个好女婿 要我看用不了几日 就能把刺猬岭的土匪全都饿死 到时候赵将军就是刺猬岭的寨主 而大小姐就是刺猬岭的夫人 这方圆几十里 可全都是大头人您的天下了 混蛋的赵德柱 我要扒了他的皮 胡寨主 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我凭什么不能生气 现在眼下的问题不是赵德柱 赵德柱在玲珑山 完全是因为有龙刺这个靠山 只要把龙刺扳倒了 那赵德柱自然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那就等你坐上玲珑山的老大 那没问题 我要是做了大当家的 一定和刺猬岭联合起来 对付共产党 有一点你不要忘了 你得把赵德柱交给我 我亲手弄死他 这个好说呀 但是眼下 胡寨主 你是先洗把脸呢 还是 洗什么脸啊 洗脸 咱把龙拉出去 给他们拼啊 没这个必要 什么东西 只要把这市馆里的东西 让吉玛大人 放到玲珑山的全眼里 那整个玲珑山 可就是 吉玛大人的了 然后跟上玲珑山的全面 还没什么地方 不是 把这面是 都没死了 człowie不怕 尽快把这方面的 就这些驴啊 是的 这是刚才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不就雷火在刺猬岭下面 劫得胡彪的那些驴吗 怎么都瘦成这样了 太难看了 抢了好多驴 又胖的又瘦的 胖的呢 胖的正驮着劫胡彪的那些粮食 正往粮藏运呢 要不是赵将军的妙计 能够到那些粮食吗 就给他吃这么几头瘦驴啊 这也吃不了几顿呀 先吃着 胖的随后就给您送过来 这也差不多 阿姐 英子姐又回来了 她真回来了 她又回来干什么 可能是想我了吧 不过阿姐 你放心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抢筋了 你爱抢不抢 我才不管呢 最好阿爸再打你一次屁股才好 你干什么 这多加点药啊 疗效才好 老神仙哪 都是这么干的 是吗 那都加上 都加上 来 我来 阿姐 阿姐 这盆有点面熟啊 我洗脸的 确实没有这么大的盆 给我姐夫腌驴肉啊 就得用这个 阿姐 我帮你 我 阿姐 我 我这吃不下了 不行 快点吃啊 我跟你说 这山上的驴 全被我吃光了 我会遭驴的报应的 你要不吃光 我现在就报应你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快点吃啊 这是最后一头驴了对吧 明天就没有了对吧 明天就没有了对吧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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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玲瓏山的全眼里 那整个玲瓏山 可就是吉马大人您的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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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怎么也见了 谢谢 来 同学们 我们 今天复习一下 以前讲过的知识 我们 尊重点先生 坐好 行行行 你就那么呆着吧 同学们 同学们 大家跟我一起念啊 来 跟我一起念啊 来来 艾龙 你什么态度啊 我教的不好吗 姐夫 叫先生 我今天是代课老师 课堂上能随便称呼吗 艾龙 你姐夫好不容易有这次胡家虎为的机会 就成全她呗 怎么说话呢 还知道胡家虎为了 赵先生 英子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想听她给我们上课 你提她干什么 你提她干什么 我教她不好吗 我告诉你艾龙 我可是拿着神使的神器来教你们 就凭我过人的天赋 惊人的胆识 天赋的神力 加上我的这个神器 我还教不了你们俩了我 艾龙啊 这机会难得 你说你 不感恩戴德好好珍惜 还在课堂上发牢骚 妄图赶走老师这种行为 你是不是想让我找你爹告状啊 先生不是你想当 想当就能当 人家英子姐上过大学 你呢 我 我是没上过大学 就是啊 你前两天还跟我们一样 当学生呢 你就别装老师了 快下来吧 我 我告诉你艾龙 我不是因为学问少 我才来上课的 那你是为什么来上课的 人家艾龙是为了见王先生来上课的 你也是啊 我 我当然不是啊 我 我是替你们爹 来监督你们学习的 那赵先生 你还有什么课教的吗 没有 咱就下课吧 下什么课 下什么课 这刚上课几分钟啊 我这是雨雨热 不露点真本事 我还想不住你们俩了 今天我就教你们两个算术课 让你们知道 豆腐算术的厉害 那个既然这些字啊 你们也都不认识 那不学也罢 今天 我们来啊 教一个算术 看好了啊 赵先生 你那是画的什么呀 这都看不出来 豆腐呀 我 一块豆腐 加上一块豆腐 等于 几块豆腐 一块 倒什么乱 倒什么乱 谁告诉你的一块豆腐 加上一块豆腐 等一块豆腐啊 谁叫你的 你看 一块小豆腐 加上一块小豆腐 那不就是一块大豆腐吗 一滩水 倒在另外一滩水上 那不还是一滩水吗 对啊 你 我怎么没想到呢 艾龙领悟力真强 就是 我是有智商的 捧什么臭脚啊 有什么智商啊 就你们俩 我告诉你耶娜 你这样很不好 你带着刀在课堂上 你威胁老师啊 但是 像你们这种行为 我不会向你们阿爸告状的 我没那么小心眼 我不会告状 行 好情谁多爱教你们似的 我 我还得去看长枪队呢 你们俩自习吧 下课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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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集合好了 集合完毕 你说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我平时就这么教你们的吗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这龙四大人 还指望着你们 镇守玲珑山 保卫山寨呢 你们就这么保卫的 你们看看人家四大勇士 知道为什么人家能当勇士 你们只能当战士吗 就因为你们连战都战不成牌 你们这辈子都当不成勇士 知道吗 赵将军 不是我们不想训练 是我们浑身没力气啊 没有力气 四大勇士 你们也一样吗 既然都是同样的浑身没劲 那就好说了 为什么四大勇士浑身没劲 和你们浑身没劲的精神面貌 完全不一样呢 看看这身板 这站姿 看看这表情 看看这牙口 为什么四大勇士能克服浑身没劲 你们就克服不了浑身没劲呢 是 给我站好了 对 这就对了嘛 你们要记住 你们是玲珑山战无不胜的战士 身体上的困难算得了什么呀 一会儿龙四大人就要来视察了 能不能让龙四大人对你们刮目相看 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没准龙四大人一高兴 也封你们个勇士什么的 你们自己的命运 就把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知道吗 知道 老老 وا 在哪里 этой 栋构